守戒就是不让你犯错,不让你做错事 守戒的人,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管住自己的心,不让你自己的心变得业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傅说,先锻炼一下自己,坐得住吗?想想自己能不能安静下来一个小时 外面的环境再怎么变化,能否在家里坐着,静静地思考怎样让自己变得更有智慧 师傅还说,时间长了,你就能如如不动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想跟大家分享今天发生的灵验事迹 我父亲胸闷气痛一段时间 看了无数医生,照了各种片子,都查不出原因 我知道后,跟菩萨许愿,放生,念诵经文组合小房子给父亲的药经者 就在昨天请师兄带放生后 今早起来,就收到父亲的讯息说 经朋友推荐,看了一位中西医院的医生,终于找到病症 感恩菩萨慈悲,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师父 心灵法门太灵验了 许愿一万遍姐姐咒,三个月完成 求菩萨妈妈慈悲,化解我和嫂子的冤结 才念一个月左右,就看到我俩的关系得到化解 友好的在一起学佛了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来分享身边佛友前几天的灵验事例 佛友发消息给我说 房子卖不出去怎么办 他求观世音菩萨安排这个事情 结果来消息了 房子卖不出去,那就先租出去 下面就是佛友消息原文 原文说道 我说要不先租 女儿说,要不先租出去吧,换点钱 结果昨天晚上,我九点钟跟那个中介问了一下 今天人家来看房订好了 就是比别人家便宜二百块钱而已 但他要到十月一日开始 今天是二十号,还等十天 你说菩萨灵不灵啊 我真的越来越崇拜菩萨 哎呀,感恩您,感恩您 您把我带到这个法门里边呀 感恩师兄,感恩,感恩,感恩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童秀分享道,大杯水制烫伤 弟子今天去关炸东西油锅的火 结果刚关火的同时 锅里面的东西啪的一下 自己蹦出了好多油出来 脸上被油崩了七八个地方 立马去拿装大杯水的瓶子 倒了大杯水,把脸上整个抹了一遍 火辣辣的疼 又不停地用湿纸巾沾了大杯水涂烫的地方 一会儿就没什么感觉了 不疼也没有变红 手背和手腕上还有两个烫的地方 着急涂脸眉顾上,红了两片 疼得有点厉害,又赶紧去涂大杯水 一会儿也好了很多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杯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位贫穷孤独年轻的画家 为了理想 在美国卡萨斯城四周的城谋生 他应聘 多家报社全部失败 尝到了生活的苦难 后来替教堂作画 借用一家废弃的车库 每天在充满汽油味的车库里 工作到深夜 刚刚要睡觉 到处都能听到老鼠 吱吱吱的叫声 和在地板上的跳跃声音 有一天 疲倦的画家 看见灯光下一对亮晶晶的小眼睛 是一只小老鼠 他做着各样各种的动作 简直像在表演精彩的杂技 他在小老鼠表演完之后 这个人给小老鼠一点面包 没想到 小老鼠跟他建立了信任 从来也没有伤害过他 不久 画家被介绍到 好莱坞去制作一部 以动物为主的卡通片 但不幸的是 每次都是失败 他穷得身无分文 并开始怀疑 自己到底有没有画图的天分 终于在一天夜里 他突然想起了 那只爬到他画板上的老鼠 他迅速地拉亮灯 支起画家 画出了一只老鼠的轮廓 一名最伟大的动物卡通形象 米老鼠就这么诞生了 这个画家就是美国最富盛名的人物之一 华德迪斯尼先生 他创作的风靡全球的米老鼠 谁能想到 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 是那只爬在他画板上的小老鼠帮助了他 迪斯尼先生居住在卡萨斯城 那间充满汽油味的车库 现在居然要卖到一百万美金 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只老鼠 那是天上赐给他的成功的礼物啊 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任何人的成功取决于他的心态 现在社会有很多人都说太苦了 我太难过了 你去看一看农民劳动生活的艰辛 工人的努力 所以你要加倍珍惜自己的工作 有些青年人碰到一点点的挫折 马上就失落 颓废 要多和高人交流 你才能知道什么叫生活 任何高人都会激励你不断的去进取 有些年轻人 感情一破裂 心情一烦躁 就不想活了 台长建议你到墓地去走一走 看一看 在墓地里曾经比你拥有财富的人 拥有智慧的人 他们永远在那里安息着 在墓地的时候 你才会懂得 不要去斤斤计较人间的事情 记住了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 六道轮回是天律 人间轮回因果律 行恶必定有恶报 行善才是学佛道 守住口业行中道 守住行为人品好 守住意念业障跑 学佛修心业障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